近载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王子东 今天是11月22号礼拜二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加选指数 今天虽然上涨92点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人 如果你手上是有股票的 你应该会说 老师今天应该是一个空方盘才对 因为扣掉台积电 其实我们的加选指数是跌的 你看一下上市的涨跌加速比 跟上跪的涨跌加速比 我相信你会非常的清楚 因为今天的上市跌加速是617加 涨加速只有530加 上跪就比较明显了 今天跌548加涨336加 那这一段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礼拜叫做选举行情嘛 但是我反而跟投资人是相反的 我认为真正的下一段的行情要走出来 应该是要等选举过后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如果用技术线型来探讨的话 其实这个礼拜本来就应该进行修正 当初我有跟投资人去规划一个比较中长线的行情嘛 这个大盘是我们昨天讲的嘛 第一个我说 目前为止加选指数来到一个实质性的卖压 实质性的卖压 卖压区在8月9月的这一段 来导播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8月9月的高点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位置 所以大盘反弹来到这个位置 现在会开始有一些投资人好不容易解套了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实质的卖压 我们讲的是实质的卖压 不是说画一条切线说他现在没有沿着切线涨 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进入短冰箱街 另外一个我跟你说 如果我们搭配一些辅助指标 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规划 我说现在KD值的K值来到88 它本来就要修正 一定要至少修正到70以下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加选指数本来就应该要进行修正 那你可能会说 老师你画这一个反弹 单纯的是以纵轴来看 横轴我们有一个沸坡难系数 沸坡难系数也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转折时间点89天 下一波是89天的转折 也会出现在11月底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以技术分析来去推估的话 真正的下一波的转折点 下一波再向上 应该会出现在选举完之后 这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规划 所以我们没有在做什么选举行情 有没有拿一些个股 短线做作 但是中长线还是有它自己的结构 所以今天的盘式我们认为 这个礼拜应该如果你是做个股 你大概就会 你有一个定见 你大概就会知道这个礼拜你应该怎么做 但是问题是 今天的加选指数因为有台积电的帮忙 所以其实说真的 已经比我心目中还要稍微的强势一点点 再怎么样都是收一根红K 但是还不拖这个区间 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是看报纸 大家都会买一份早报来 看报纸跟着新闻消息做股票 这是我们台湾的股民最多人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看报纸你会发现 好像全部的头条全部都是利空 这两天的新闻报纸的头条 大概就这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张忠谋出来讲话 说台积电的三奈米 不只是五奈米 后面的三奈米也会在美国设厂 这件事情大部分的投资人 应该都是偏向于利空解读 就说以后台积电就会去美国了 就正式的变成一间外资企业 首先大部分的人会是悲观以对 我的想法是短线上甚至对台积电 以外的供应链来讲是一个利空 这个昨天我们有讲过 第一个台积电现在可开心 我们现在选边站 美国跟中国我们站哪一边 连张忠谋都出来讲话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台积电这方面 它是决定要决心 我们讲不好听 决定要讨好美国 那这件事情台积电本身是受惠的 但是台积电的供应链可能就会讲 它要去美国了 以后它就是一间美商的企业 那我们台厂怎么办 我相信是大部分的投资人 会去这样解读 首先我们分两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筹码面 第一个台积电本来就是一间外资 持股比重较高的企业 七成 有一些人说以后这些股票都被外资买走了 那我们买什么 不好意思 台积电外资占比七成 剩下的三成就是我们这些散户去买的 有没有哪一个散户出来说 我的资金很雄厚的 台积电只剩下三成的筹码不够我买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说真的 大部分的投资人应该就是小题大做了 它本来就是偏向于美方 讲结论是这个样子 震荡一下之后 我认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你看到的另外一个利空的头条 今天的报纸头条告诉你说 我们的外销订单是连二黑 其实这件事情 它就是正常的是一个利空 但是这个利空它反映的是过去 我想投资人心中应该有个底 10月像很多个股 你看到它今年从年初跌到现在 但是你回看它第二季的时候 甚至它的营收表现都还不错 怎么从年初就开始跌了 其实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心中其实已经先有一个底了 本来10月的外销订单 应该不会看到红了 本来就应该是连二黑 这个部分有机会的话 我们详细 我们再跟投资人去做一个分享 所以如果你是做指数的 你做期货的 当然你就比较灵活 像这个地方我有跟投资人讲 那为什么我们昨天11月21号 主要是技术面操作了 技术面在这个地方 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会开始遇到一个实质性的卖压 所以昨天为什么我们要做一笔空单 因为我认为这个礼拜短期扣掉台积电指数是不容易越过的 这件事情其实原本就在我们的规划之中 这个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所以昨天为什么我们空这一笔 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那你今天听完我节目讲到现在 你会说老师你从头到尾好像都在讲磐石的利空 不好意思正好相反 今天是11月22号 我们的测标跟昨天一模一样 都没有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趋势是延续的 不会昨天我跟你讲我认为伺服器是利多 今天突然伺服器变利空吧 不会吧 趋势是延续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解释完今天你看到新闻报纸的一些头条 我们就来解释我们的操作 来还记不记得11月初的时候 大家也认为市场上面是利空嘛 那个时候刚公布CPI 那市场上面都会认为说 哇第四次三码鹰派消息 但是我有跟你讲 这两天我们都在讲一样的事情 这个礼拜我认为针对大盘的部分 如果你要操作指数的话 我认为是区间 什么叫区间 简单讲你在这个地方 上方画一个压力 下方画一个支撑 这个是我跟你讲的基础中的基础 你这个礼拜这样子做 基本上问题不大 如果你是自己做的话 指数的部分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那大盘没有行情 个股呢 所以反过来嘛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盘整通常都会出标股 什么标股 伺服器族群就会逆市长 因为你刚刚看到新闻消息 不是说我们的外销出口的订单 是连二黑吗 是衰减的吗 但是我在节目上面是不是跟你讲 你现在不要东做西做一大堆 什么昨天又去 什么上个礼拜跑去做游戏股 游戏股这个礼拜死掉了 上个礼拜去做游戏股 然后这个礼拜再去追安控 然后之后再做生计 你会发现 每天讲的族群都不一样 我说你就聚焦在一个族群就够了 聚焦在什么族群 伺服器 因为伺服器这个族群 你说看到什么订单连二黑 那我有跟你讲过 这一个族群 这一个产业 基本上它今年 如果以基本面来看 完全没有衰退 今年跌到第三季是在跌什么的 就是简单讲了 就是市场上面 大家不会去解读新闻消息面 但是又很爱去看报纸 你解读完之后 看到你卖我卖大家卖 你也跟着卖 现在怎么样 现在股价超级便宜 等着你来捡 因为如果你回推基本面 如果你是基本面的信徒 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伺服器这个产业 根本就没有衰退 我有跟你讲 如果以美国的伺服器 资料中心来看 每年是以5%以上的程度 在做成长 我是不是有跟你讲 第一个 我们台厂的伺服器相关的供应链 本来大部分就是以 往美国为出口 比较少去往中国 因为中国他们是自己做自己的 通常我们本来原本 就是往美国去发展 所以回过头来 来你说 有一些公司 现在往美国那个地方站 我们以后我们的台厂 是不是没办法接到单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说本来我们台厂的伺服器 相关概念股 原本就是出货到北美的 所以完全没有被影响 大家小题大做了 你是不是看到有一些分析师 在讲说 你看以后台积电要去美国了 我们台湾要玩蛋了 玩什么蛋 今天还是上涨92点 所以不要为烟耸听 大部分的人会跟你讲这件事情 一定是做空 然后做空也拿不出绩效来 才会跟你讲 你看 讲一些模拟两可的东西 虚晃一招 那个没有用 我们都是在讲 我们实际操作的个股 现在来咯 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说第一个 北美的资料中心 每年是以5%的程度在做增长 讲到个股的部分 3693的银帮 3693的银帮 我们是一段一段的来操作 当初我们买在68.9到69之间 插一个TIC 我们买进这档股票 那我有跟你讲 我说这档股票 来 可能投资人也许你陌生 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我有跟你讲 如果你看基本面 北美的资料中心 来 北美的资料中心 每年都以5%的增长幅度来看 像它做的是机壳 伺服器的机壳 每年它的营收的成长幅度 就有在30%以上起跳 你稍微研究一下基本面 就会发现 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初这档股票 当初涨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意外 你知道80.3怎么样 是创这档股票的新高吗 有人会说 你看这档股票 今年好像叫做什么空头年 但是你以这一档股票来看 你会发现它涨的有没有道理 其实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有道理 因为它的营收增长的幅度 毛利一定没掉 营收增长的幅度 至少都是30%以上起跳 不是超级多方的股票吗 你为什么不做 因为你被一些利空消息给误导了 错过很多的好股票 所以我们回推 每年为什么 第一个 他们本来就是以北美 我们这个产业伺服器产业 本来就是 二选一本来就已经往美国那边靠了 所以它没有什么什么 中美之间贸易战的问题 这个族群比较没有 那这一档股票来 3693的银帮 当初我们在跟你讲的时候 是我跟你讲的 我说所以其实外资回过头来 它其实也会针对这些个股 做一些初步的研究 虽然没有我们研究的深 但是我还特别因此写一篇文章 来我这篇文章的标题 叫做伺服器的逆袭 有没有 当初上个月台积电人人喊打 只是大家这个月后来发现说 原来上一季巴菲特有去买台积电 所以你就说 那所以这档股票妥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强调 针对这档股票 我们的看法是中立 有一些个股 有一些族群 你进来操作 基本上它会比台积电还要好 我所谓的好 不是说它会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 因为对你而言的好股票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理由 就是这档股票的涨幅 比台积电还多 就这个样子 你进来市场上面是赚价差的 不要说什么话 你进来是要挺台湾 找下一档护国神山 这绝对不是你买进股票的理由 你是要找进一档股票 有价差让你赚 就这么简单 那我针对这件事情 基本上我写两个族群 来导播我们稍微放大一下 来 我写了两个族群 是比较没有问题的族群 一个叫做显示卡 一个叫做面板股 讲到面板股 我们稍微再提一下 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轴 当初我是不是跟你讲这一档股票 3592的瑞鼎 那我有跟你讲吗 11月8号的时候是我们买进 这篇文章 时间点写在10月19号 所以我是先写给你看 我没有说为什么当初我们还盖牌 我是先写给你看 告诉你什么族群 目前为止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带会员买进 挑股票 我相信你没有跟上 只是因为你被一些新闻消息给误导 我们当初买在250 3559的瑞鼎 来看一下 到今天为止 当然前面我们是已经出清了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见好就收 因为前面有一个大量 你可以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你就算是今天才出 收在308块 308块 当初我们买在250块 那一张怎么样 我这个地方当初是11月中的事情 当初的价格还在288 所以我说一张赚30块 零头我都去给你了 288-50其实是38 但是我说连零头我都去掉了 现在是50块 当然你可以规划一部分的资金 也许你可能规划个 也不会说真的非常高价 250块 你有一部分的资金 比如说你有一百万 刚好你可以买个四张嘛 对不对 你买个四张到今天 如果你是卖在今天 一张赚5万块钱 我觉得其实也还不错 就这样子一波一波的稳稳的赚 重点是你挑股票 今天你可能会想说 可是新闻啊 报章杂志都告诉你有一些利空 所以今天当初我告诉你 这档股票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今天 从头到尾每一档介绍的股票 其实都有个特性 我相信你应该也发现了 聪明的投资人应该都发现了 就是我们挑的股票 全部都是从第一档上来的 从第一档上来表示 从今年的第一季到现在 有没有一些利空消息 前面一定是有利空啦 不然股价不会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用技术分析 怎么样去应对 今天它可以从云代是负的 转为正的 其实它就已经把新闻面的因子 含在里面 就是告诉你 它已经利空出境了 如果接下来有任何的利空消息 那你要反过来 反而你要以利空出境看待 这就是技术分析 告诉我们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买了250这个地方 你就应该要大胆勇敢的进场 不要怀疑 当我发讯息给你的时候 不要怀疑 我们订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这个地方 全部我们都已经考量过 你就是跟着我们的讯息操作就可以了 后面我在节目上面 是不是还另外给你一档 叫做瑞典第二 也是一样嘛 如果你看到这一档股票 有什么利空消息 但是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工具已经告诉我们了 第一个 主力是站在买方 如果你现在进场买多 它是跟你站在同一边 第二个 后面有什么利空消息 它其实的现行已经告诉我们 已经都先反应过了 当初我跟你讲的瑞典第二 是这一档 6274 今天也验证啦 也是上来啊 而且它的涨势还蛮漂亮的 怎么涨 温温涨 它没有一天怎么样 没有一天收涨停 但是却会涨不停 这叫做好股票 不是说什么 这档股票是不是神山 不是这样子的 就够你买了 这些个股的交易量 其实就够你操作了 不用东想西想一大堆 所以我们针对这几个族群 那当然有答是比较闷一点的 来 但是当初我告诉你的瑞典第二 台药嘛 或者是三五九二的瑞典 基本上这一波 也都是让我们大获全胜 所以我认为你就按表操客 如果你看到盘市 新闻消息告诉你说 接下来要选举 什么族群是利多 什么族群是利空 那我认为这个部分 你听听就好 你不用把它当成什么样 你操作的依据 现在的盘市 这个礼拜 应该就是一个盘整 不脱一个盘整的格局 就是盘整的情况之下 后面会出现瑞典这样的标股 还有哪些个股哪些族群 值得跟投资人分析的 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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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4-0681-0909 2781-0909 1、1、1、2、1、1、3、B1 31、2、32、202、13、2、13、 Chelsea、 SC、以及 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已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我节目现场 那刚刚我拿出了一份 我自己写的文章嘛 讲了两个族群 一个叫面板 一个叫显卡 那显卡我们也没有花 太多时间在复述 因为我相信这几个月 在显卡族群研究最深的 板卡族群研究最深的 相信除了我之外 你找不到别人了 因为如果你现在看到新闻 别人一定跟你讲说什么 你看显卡就是跟比特币 跟数位货币做联动 那我有跟你讲 这句话叫做鬼扯 基本上显卡两大数位货币 比特币跟以太币 都已经不是用显卡来挖了 它真正的供应链会在游戏族群 会在伺服器族群 哪几档股票特别明显 这个我们也不放重播了 3515滑琴它最明显 来3515的滑琴看一下 到今天 那这档股票我有跟你讲 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法 叫做红三兵卖出法 因为以前过去大家认为说 连续三根红黑代表这档股票 是强势的一个讯号 但是我也跟你讲 现在你要反过来 如果连续三根红黑之后放大量 你应该先做一趟获利了结 从我开始跟你讲 十月的事情 十月跟你讲到现在 十月跟你讲滑琴 讲到今天 这档股票40%以上了 3515的滑琴 它的下游 它的供应链是在伺服器 本来就没有再给人家挖矿 另外一档也是一样 2376的技嘉 当初我跟你讲 关键点在87块 那就不清楚你87块的时候 你有没有买 没有买嘛 对不对 现在呢 现在100多块钱了 你自己稍微加减一下 不是在这个地方说 好像在那个地方 就是跟你讲说什么 你不好 你没有跟上 倒也不是 而是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到底是以新闻消息面为主 还是你有一套你自己的工具 我认为这就是胜负的分水岭 那这些股票今天 我们也没有花时间多讲 因为我们已经出清了 在节目上进到提醒的义务 就是如果你有 你是跟着我们的脚步做的话 你也可以做一趟获利了结 11月21号 是不是一根黑K 是不是一模模一样样 怎么样 红三冰的卖出法 连续三根红黑之后 如果有放量 第三根红黑你应该要做卖出 因为今天你买股票 还有个重点 就是绝对不是等到新闻消息面 跟你讲说 我来解释它为什么好的时候 你再做进场 相反的你应该去找寻 相关的族群 而且我们上述讲的这些股票 甚至有一些不是会员的人 在看戏会说 哇 老师 有没有一些低价股 那任何的挑战我们都接受 有些人说 老师100块钱的股票 我们买不起 没有关系 只是这档股票 当初我们没有拿出来讲而已 来 如果你是小资族的 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中低价股 这档股票当初其实也蛮好玩的 那他们的董事长吴敏球 其实也是一个 很常出来讲话的一个董事长 当初这档股票前面最后10月底的时候 有先杀一波 结果还要麻烦董事长出来讲话 说没有啦没有啦 我们的no-fresh 原本就不是出货给PC产业 我们的供应链原本就是在车用 还有什么 伺服器 2337的望虹 我们当初买的价格没有那么好 32.6 来回过头来看 到今天是赚钱还是赔钱的 你帮我们自己看 到今天收在34.7 目前也是获利状态 挑股票 你应该是这样子挑 从低档的股票先挑起 不要去追高 2337的望虹 今天我们是为了跟你讲这个产业 所以我们干脆直接先排 走完了没有 我们认为应该还没有走完 昨天我们盖牌的一档股票 到现在还没有脱离我们的成本区 所以投资人你还是有机会的 伺服器概念股 我们称之为华琴技家第二 你现在进场 你跟主力是站在同一边 后面20%的空间等着你来拿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集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拍 你们在干嘛 我好想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醉了吧 我可以帮他钥匙 500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你的背用钥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保力达蛮牛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